英国、南非、欧洲等世界多地都发现新冠变种病毒 这种变种后的新冠病毒传播力更强 使全球再度陷入恐慌 英国广播公司分析 这代表新冠病毒对全球的威胁没有减缓 人们仍然必须提高警觉 但不需太过恐慌 专家分析 病毒为了生存下去 在人类试着灭绝它们的时候 自然会变种求生 此外 如果一种病毒传播能力强 致死率也高 会与宿主共同毁灭 17年前的SARS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辉瑞生物研究公司表示 根据公司与白宫之间签订的一项新协议 公司将向美国提供额外1亿剂新冠疫苗 截至目前 辉瑞公司已向美国政府承诺供应2亿剂新冠疫苗 数字足以为国内1亿人口完成接种疫苗的整个疗程 公共卫生服务部长阿扎尔表示 联邦政府将确保在明年6月份之前 有足够的储备为所有国人接种新冠疫苗 据政府官员透露 购买1亿剂新冠疫苗的花费大概在19.5亿左右 而联邦政府也将动用部分特权来帮助公司加速疫苗的生产 截至目前 接种新冠疫苗的首批人群是国内医护人员和养老院居民 虽然辉瑞疫苗可能对部分敏感人群产生不良的过敏反应 但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员已经接种了该款疫苗 并被证明十分有效 人口调查与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全美人口在2019年至2020年间创下120年来最低成长率 人口统计学家表示 这项趋势与新冠疫情有关 人口调查与统计局估计 全美人口去年7月至今年7月间成长率为0.35% 共增加110万人 今年7月美国估计有3亿2900万居民 这是美国本世纪最小年度人口成长率 也低于上世纪任何一年 美国在1918年至1919年间 人口成长率都还有0.49% 当时不但有西班牙流感 而且正值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战在海外打仗 官员表示 美国人口成长在过去几年已陷入停滞 原因是对移民涉陷 以及生育率普遍降低 而今年新冠疫情造成大量死亡 使得人口成长趋势更加恶化 统计显示 全美有16个州人口减少 包括人口最多的加州 加州人口减少0.18% 目前有居民3930万 纽约州是全美人口减少最多的州 据估计失去十五万六千居民 人口减幅为0.65% 白宫表示 总统川普致电越南总理阮春福 提及每月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上周点名越南为汇率操纵国 贸易专家指出 川普此举极可能是在为明年1月卸任前 对越南寄出关税铺路 统计显示 2020年1月至10月 美国从越南进口价值约为650亿美元的商品 相较之下 2019年全年进口额为666亿美元产品 美国是越南最大出口市场 占今年1月至11月 总出口额超过四分之一 主要出口商品为衣服 电子产品 鱼木制品等 欧洲疫情持续 当地已经发现新冠变种病毒个案 学历当局宣布 为抑制新冠疫情传播 圣诞期间亦会延续限局措施 就在欧洲疫情蔓延之际 欧洲再次出现厕纸抢购潮 欧洲两大连锁超市开始实行限购令 美人只能采购两包厕纸和厨房纸巾 当局呼吁 圣诞期间 不应探访疗养院 并鼓励民众到公众地方 应佩戴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